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不少工厂全部停工停产 除了医疗外的其他行业无一例外 全部停日运行 这不 3月24日 全球最大的飞机组装厂 也就是位于华盛顿西雅图 吉特湾地区的埃夫特雷工厂 宣布进入为期两周的停产期 埃夫特雷工厂是波音公司的组装工厂 而波音公司的747 767 787等型号的飞机 也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等到两周过后 波音却宣布该工厂的停产期限将进一步延长 而具体期限则没有确定 并且就连波音公司位于摩西湖地区的工厂 也全部停止运行 截至目前 波音公司线下的各类科技业务全部被迫暂停 就在不久之前波音还发布消息 称将在2020年的5月份 重启737 MAX的生产 然而如今 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破了各大公司所有的既定计划 别说波音的737 MAX做不成了 就连其他合计60%左右的业务也都赔了进去 全部停止运行 这是波音公司业务方面的情况 咱们接下来再看看涉及到的从业人员 波音公司的员工数量多达7万人 而截至目前 其停产一共涉及到了3万多名员工 接近总员工数的一半 咱们刚才也提到 西雅图工厂在上个月先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停产 在此期限内 所有员工都是带薪休假的 但自后续的延期开始 所有员工在停业期间一分钱都拿不到 甚至一些员工因此直接辞职 彻底放弃了疫情期间的工作 一项研究显示 大部分美国人手中的存款 大致在1000美元左右 因此 咱们顺利度过疫情期间的生活 就成了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靠着政府发放的救济金 和其他一些补助 勉强度日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如果长期保持这种状态 想必也是一大难题 而在波音公司内 已经有近150名员工被感染 数人死亡 不仅自身运转无法报证 其他员工的心理状况也出现了巨大压力 目前只有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工厂 没有受到影响 还在正常生产 但以目前全球航班大幅减少 美国疫情迅速增长的形势来看 这家工厂停工也只是十件问题 虽然这几家都在美国 但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现在 一国停产 就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我国天津的波音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已经复工复产了 但奈何全球范围内订单数量大减 可能会出现求不应供的现象 着实无奈 除了天津的公司 波音在上海 厦门等地区的分布 也都受到了影响 全球化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 只有等待疫情过去 全球经济进入正常轨道 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够彻底恢复 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够